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愿上帝赐福你们哦 有个美好充满阳光的早上 今天早上您需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 读圣经的理由 我们一起就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 那么这里就讲到 全部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 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读圣经有很多很好的理由 有很多好处 那么如果要你每天读圣经 可能你会觉得很困难的话 那么接下来呢 有一些的理由或者是方法呢 我相信应该会对你有所的激励 第一 读圣经能够帮助你明白自己要往哪里去 虽然你无法医治将来 也不可能很清楚自己呢 将来要往何处去 但是上帝的话语呢 他会引导你也会引导我的生命 在诗篇就有这样说到 诗篇119篇133节 圣经如此说 求你用你的话引导我的脚步 不容什么罪孽呢 挟制我 不容任何的罪孽呢 控制我 因此呢 神的话语呢 是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清楚的知道 自己要去的方向 第二 读圣经呢 能够给你智慧 圣经说 认识上帝呢 认识神就是这个知识成熟的开端 也就是这个知识成熟的开始 诗篇19篇第7节 也说到了 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 能使人的心啊 苏醒啊 那么耶和华的法度呢 是坚定的 能使愚人有智慧 那个法度的意思呢 就是行为的一个准则 行为的准则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 我们会更加的有智慧 第三 读圣经能够帮助你获得成功 当你按着圣经的教导啊 来生活啊 行事啊 与人交往的时候 你的生命呢 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好的果效 就好像在约书亚记 第一章第八节说到的 他说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要周月的去莫颂 好使你谨守 遵循这个书中 就是神的话语中所记载的一切 这样呢 你的道路就必顺利 听着你必一路很通啊 第四 读圣经能够帮助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为了要能够更多的去享受上帝的同在 那么你一定要过一个圣洁 纯净的生活 在我们能够圣洁 成为圣洁之前 那么我们必须要先被神的话语所洁净 因此呢 诗篇在119篇第九节 他就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呢 少年人啊 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 就是要谨守你的话语 第五 读圣经能够帮助你顺服上帝 你若不知道神的律法 又怎么能够知道如何去顺服 这律法所说的呢 诗篇119篇33到35节 如此说 耶和华 求你呢 把你的律力呢 指教我 我必遵守到底 求你呢 赐我悟信 我好遵守你的律法 我必一心的谨守 求你就领我走在你诫命的路上 这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喜悦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若能够阅读圣经 我们就能够越顺服 上帝 第六 读圣经能够带给你喜乐 真的 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呢 你就没有办法免去你心中的忧虑啊 担忧啊 担忧啊 烦炒啊 不安啊 诗篇19篇第八节 这样说到 耶和华的诗圣经能够带给你喜乐的心中的忧虑啊 没有阅读 没有阅读没有聆听神的话语呢 就无法在信心当中哦 继续的成长哦 就好像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就如此的说到 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而来的 所听的道是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借着基督的话来的 第八 读圣经可以帮助你 我寻的救恩 你若不阅读神的话语呢 你就无法知道自己需要脱离哪一些罪的捆绑 我们人都很容易掉入陷阱 也容易掉入犯罪里面 所以呢 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的话 神的话语就能够帮助我们 知道哪一些是不该陷入的陷阱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耶稣在这边说到 他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必定认识真理 真理呢 就必定使你们自由 这里他的自由也就是说 让你明白了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就能够帮助你从罪的当中 得到真正的释放 得到真正的自由 第九 读圣经能够带给你平安 神要给你的是这个世界 不能给你的就是平安 但你一定要先读他的话语 才能够得到这一个圣经里面 话语带给你的应许 平安 圣经提醒我们四篇 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六十五节 喜爱你的律法的 必有丰盛的平安 什么都不能绊倒他们 他说当我们喜爱上帝的律法的时候 上帝的律法就会让我们去经历他在他里头 那种丰盛的平安 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住我们 去领受这来自神丰盛的平安 Amen 最后一个 第十 读圣经能够帮助你分辨善与恶 今天的社会 事事都是相对的 若没有神的话语 你和我又怎么能够确定什么是对的呢 如果没有神的话语 我们哪里有一个准神能够明白什么是错的呢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十一节就说到了 我呢 把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还记得这段话吗 因此呢 弟兄姐妹们 今天神的话语呢 很清楚的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 提摩太后书 三章十六节 他说 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在教训啊 这个责备啊 矫正啊 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呢 都是有益的 因此呢 我鼓励大家 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 来阅读圣经 因为圣经是独一无二的 这世界上呢 最重要的书 让我们带着一颗谦虚 坦率的心来细细的阅读圣经 圣经里面包含了上帝的真理 生命的意义 人类的天性 还有我们自己的内心 真实的世界 愿你读完整本圣经以后 你将永不再是原来的你 因为神的话语是有能力 可以改变你和我的生命 愿上帝赐福你 拥有一个充满阳光的一天 上帝爱你